我们这里都是讲实话 应该是第一个 都有权利的 真的 能够发展 对对 你说的是金钱的钱 没钱的力量 有钱力都有钱力 说起Mangolin 我大概11年前 建议创办年的时候 第一家Mangolin在 我们搞了100多个客户 最后我们在Canada Trust 搬走之前 我们是有400多万人的资金 经过很多年以后 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 然后现在又回到了 原来的景象 红波的发展景象 很可观 不过现在我们住来 比原来的又轻松又好了 原先的时候 我们大概专注 30多已经非常不错 现在基本上我们是 目标是每个礼拜 百分之一回报 现在客户反应 当然我们实际是 百分之一点多的回报 现在每年的回报 都是在百分之 在学习 反正是百分之数字 当然关注的是 客户在管数字 他这个钱才能到手上去 所以百分之 现在第一 客户来的都比较大 第二个也比较多 跟以前一样 第三个就是 我们现在超过的 比没有以前那么辛苦 以前我们每天都要 一百多个客户 每个人的账户 我们都要搞一碗 现在所有的客户的账户 是一个账户 所以一天就做 二十五天 几下就够了 这个在做的 有几个客户 有几个 体会 都非常了解 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这次呢 时间有空了 有时想看 国内 中国呢 在这个金融上面 是比较落后 就是没有起步 所以我就回去 下这个情况一下 下这个情况以后啊 还是效果非常好 我在 五月份的时候 我到了上海 几个城市 上海西安 深圳 广州 这个跟老黄他们见过 在上海的东方卫视 第一财经 就是国内的 最好的财经这个网站 不是网站电视台 第一财经 就是 有一个栏目叫 会见财经界 就是要最有名的人 才能够上去 我那上去 去了大概 过了十五分钟 到半个小时的这个 捐题 这个东西一播出来以后呢 马上就在 这个海外影视这个 门口网站里面 排名就第一 就是非常 非常 不得了的 嗯 在头版 对啊 在头版 就 唐室成功的这个 秘诀剪辑 当这个题目比较 比较 比较好了 就是成功秘诀解密 解码 解码 8分7密码 有钱大家赚 实际上 有钱大家一起赚 因为我后来发现呢 就是国外这个东西呢 讲真呢 确实也很舒服 讲简单呢 也很简单 所以我呢 就把所有 我知道的事情呢 全写在书里面了 然后呢 那个 这个记者呢 他就把主编了 他把书看完了以后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都一写好了 几乎上是所有的网站 在24小时还是 48小时之内 全部卷在 你不信 到网上可以去 你也正接 你也正接